大家好,我是欣礼,今天主要想要通过几张照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街头摄影的一些小小理解 以及我这些年来拍街头摄影的一些小心得 还有我们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一些街头摄影的技巧 我觉得我们经常会把自己的作品发给别人看 但是当你收到负面的评价的时候 就是不好,不满足于你期望的评价的评语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不行,或者这个不太好,或者那类的答案的时候 表面上有些得体的人会说,你说对,真的,我没想过 可是其实你潜意识是非常抵触的 你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去接受 其实主要是,这是人类的一个心理的保护机制 所以我找到了一个方法 也不是我找到了,很多人都会 比如说卢梭啊,蒙田啊,这些哲学家 他们都找到了一种方法去真正的提升自己 就是通过自我反省,通过自我抨击 也就是运用在摄影上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拿自己的作品出来 来自我批评 你去评判别人的作品当然很简单 可是你去能够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东西不够好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然后同时也可以真正的让我们去接受 因为你自己没有面子的问题,你自己说服自己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你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矛盾心态 因为自己跟自己之间是完全坦荡荡的 但是你也不可能说刚刚拍了一个作品之后 你就直接去否定它,因为这样是悖论的 如果你不喜欢它,你为什么要去拍它呢? 这也不成立 所以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有了一定时间之后 比如说两年三年或者一年之后,你再回看自己以前拍过的作品 然后再来分析说哪里有问题 哪里是好的,哪里是不好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所以今天我想要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拍的一些街头作品 因为我是非常热爱街头摄影的 所以我之前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或者是后来回来之后 我拍了大量的街头摄影 虽然他们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的经济的效应 可是我玩的很爽很开心 然后也宣泄了我对摄影的很多热情 第一张是分享的是这张照片 看上去非常疯狂 两个女人在四十二街的地铁站里面打架 两个亚洲女人,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韩国人 那么这张照片我当时拍完之后觉得吊爆了 我觉得怎么那么帅 我直接就抓到了决定性的瞬间 我觉得自己是不列宋上身了 结果就拿我的照片去给我那时候的一个白人老师看 我说哎,你看我是不是这个Henry Cutty不送啊 我是不是抓到了这个Decisive Moment 然后他说不是啊 他马上,他老外很有意思 他非常直接 他没有给你任何的余地 他说不是啊 我觉得是人家精彩 跟你没什么关系 那我当时一听懵了 我都不明白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别人精彩 跟我没关系 后来我才想到你看了一系列的这个 布列宋的作品之后你会发现 他这个照片看上去总是有点摆拍 后来是当然有人说他是摆拍 但是不管 他的作品总是有种让人家觉得精心安排过 很精心的构图而创造出来的 可能普通人就拍不出这样的画面 比如说那个小男孩捧捧着两个这个酒瓶啊 我觉得这个照片 跟这个就是有本质上的差别 我后来一想 反思了之后就发现 对呀 其实只是运 我这个只是运气好 正好发生了一个暴动之类的事情 拿下地方去拍 欠缺了很多思考 所以说这个照片呢 也是一个运气作品 我们很多时候拍街头 这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我们经常容易会出现 这个随机性 然后你运气好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张照片 这也是典型的 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一张作品 就是他也是一个运气之作 就是我当时呢 就是拿着相机 因为那个所在地是在Williamsburg 那个地方是潮流文化 非常嬉皮式文化 很浓厚的一个发源地 所以呢满大街的怪人 打引号的怪人 都很时尚的人在那边走 那我就拿着相机 老实说我也不太敢 直接对着人家 像这个Bruce Gooden这样拍 我就是躲在那边 偷偷地假装好像旅行 就这样扫过去 正好被我拍到 这么样一张照片 是一个胶片机拍的 但是洗出来之后 我都不敢相信 我抓到了这么好的一个瞬间 两个男生正好在看一个 很时尚的女生 蛮有戏剧性的 可是这是一个运气之作 我并没有主观地创造它 所以现在对我来说 这样的照片 挺好看的 可以做装饰 但是我不想把它称作为是我的作品 然后呢 说到Bruce Gooden 我自己真的是挺喜欢这个摄影师的 因为他的拍法很暴力 很粗暴 而且他也是一个极其先锋者 因为在那个时候之前 比如说美国很厉害的摄影师 Robert Frank 他们的拍摄手法和Bruce Gooden 完全不一样 Bruce Gooden他创造了一种 独一无二的流派 之前都没人干过 你看直接对着人家脸 这个时候我山寨他的风格 我模仿他的风格 直接拿一个小小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索尼的RX100 第一代 非常好用 它也有一个寄定闪 你别小看寄定闪 寄定闪就是完全可以当作 这个Bruce Gooden的闪光灯来使用 直接就是对着 因为也是28 正好等效全化不到28 离这个被试者非常近 连贴脸 然后闪光 当时我觉得哇帅呆了 我觉得你不可能拍出来 因为那时候觉得 很多的朋友 他们都喜欢拍街头 可是没有人敢这么拍 第一 第一他们不知道Bruce Gooden 第二他们很多人 就是胆子 就算知道胆子也没那么大 找不到一种方式 怎么样去靠近别人 那我今后会给大家做一期视频 就是说怎么去 我带大家出去 怎么样拍出这样Bruce Gooden风格的 做 这个 这个 风格的照片 但是这样照片来说 现在来看我觉得挺挺挺无趣的 因为整个只有一个闪光灯被照亮的人物 然后脸也变被烟挡住了 他到底在干嘛 我也不知道 身份的身份的状况也是比较模糊 然后周围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个 这个是在时代广场 然后也挺游客的一张照片 我觉得没有说展现出像Bruce Gooden这样展现出这个 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还有特定人群之间的这个特质 没有我 这张照片里面的信息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我觉得 尽管我之后也拍了一系列这样的 这种风格的照片 可是我觉得都没有有意为之 作品的内核 还是我再重新回到我之前想说的 就是思想内核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在拍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在不管是街头创作 或者是纯艺术创作 你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 一定要先有思想内核再去做 而不是只是说去满足自己的冲动 那这样的照片像这样的照片是没有灵魂的 但有一些作品我还是特别喜欢 尽管它也是运气之作 这张作品算半运气成分吗 因为我在那边其实蹲点蹲了很久 就是我是想要拍 那个时候我在开设一个系列 就是我在拍男人偷看女人 拍了一系列男人偷看女人 各种走路过去或者怎么样 然后在等路人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人正好在抗议 这个老先生在抗议 然后这个男生走过去对他吐舌头 我觉得还蛮有趣 那这真正是我抓拍不是运气 我知道在我的趋劲系里有抓拍 真的就比刚刚那张 我觉得稍微有点成就感 这张照片还可以 但也算是一个半运气之作 然后这一系列我就特别喜欢了 那是我最近自己创作的一个 三年前自己创作的一个 熟睡系列吧 就拍了大量的这个 而且我们用的是旁轴 用的是手动的对焦镜头 所以是要安静下来拍的 所以我觉得找的这些人 都是花了一点时间 才凑到那么多 一个整个系列是13张 都是各种睡在大马路上 应该说是公共区域的人 然后我把他们睡得挺好的状态 也有喝醉酒的人 各种睡在公共区域的人的状态 要拍下来 也并不是说我只是想要讽刺 或者是怎么样 只是客观地去记录 我们我所在的城市上海的 一些客观的一个状态 这是有意而为之 所以是经过思考过的作品 跟之前的我展示的那些 好像很精彩的作品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同理也在于这张 这张照片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它也是有意为之的 因为这个老头 其实我在拍它之前 他已经看到我了 然后他也不太想愿意让我拿拍 可是我是觉得它是 我只想给典型的上海老先生拍一张照片 我觉得 就这特别上海的一个感觉 就是地铁里 然后有一个这么一个 也不是说在上海吧 就是一个中国老先生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挺挺没有热和的粉丝 很客观 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拍完之后 因为闪光灯嘛 又是进去闪光灯 拍完之后他真的暴怒了 然后他就说 你在拍我对不对 帮我删掉删掉 但事实上根据法律来说 在任何的公共场合 都是可以拍摄的 然后呢 只要画面里不只是他一个人 就不存在侵犯肖像群 而且你又没有在误误他 对 因为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对 但严格意义上来说 最好还是不要去激怒别人 但是既然发生了 我当然后来就是找了一个策略 就是说我是游客 我刚买了一个相机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闪光灯就弹出来了 然后就混过去了 这样子 还有的一些系列 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就是 我在拍大家 各种纽约地铁的这些人物的 超近距离的肖像 几乎没有任何的其他人 所以这不是在纽约 这在上海 各种地铁里的人物的 这个超近距离的肖像 拍他们的这个状态 然后也有纽约 有上海 有香港 那我是用了一台 非常小的全化五个卡片机 RX1 它有很好的 这个等效的 它有这个微距的一个效果 然后自动对焦速度也很快 所以可以凑得很近去拍这些人物肖像 你也可以假装你没有在拍 其实做个演员 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些作品 这个也是有意为之 而且因为有一个系列 所以它会彼此之间发挥作用 让这个作品更加的凸显它的主题性 所以今天通过来抨击自己以前的作品 和一些去看一些自己 现在再回头来看还是比较喜欢的作品 然后来进行比较哪一些是我之前做好的地方 哪些是之前没做好 后来又做好的地方 通过不停的自我批判和去否定自己以前 也去肯定我们好的地方 然后来得出一些最客观的 而且自己内心不会因为有面子的问题 所不接受的这么一个正确的意见 我也不知道这正确不正确 可是我是现在来看的话 我站在可能五六年以后的我在看自己的以前的作品 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可观一个 也不存在什么面子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街头摄影方面跟我多交流 然后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放到我的邮箱 如果你需要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想要分享你的摄影作品 任何的作品都可以随时收到我的邮箱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是欣礼